各位朋友大家好 久违不少日子的王岐山的名字 终于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今天也就是2017年11月7日 王岐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 题目是开启新时代踏上新真诚 王岐山的这篇署名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 这是王岐山今年7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以来 第二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 不少人看到这个消息可能会吃惊 老王这个退的休的常委在人民日报上又发表署名文章 这是不是又要有什么大动作了呢 其实王岐山的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来头 它只是一个延续过去的惯例而已 中共每次开表党的代表大会之后 他总要出版那么一系列的所谓的叫做学习辅导材料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面向广大老百姓的叫做学习辅导百问 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时候 他就发行了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这次2017年中共的十九大 他按照惯例也发行了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这个完全是过去的惯例的一个延续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 这次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中 除了习近平这个十九大报告的原文之外 他还刊登了刘英山王岐山张高丽汪洋赵乐际地赞书等 作为国家级领导人的署名文章来解读习近平的这个十九大报告 一般情况下为了表示对国家级领导人的尊重 人民日报他会陆续刊登这些国家级领导人的署名文章 这个也是在一种情谊之中的事情 不算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昨天也就是2017年11月6日 人民日报就刊登了刘英山的署名文章 今天也就是11月7日 那么人民日报他又刊登了王岐山的署名文章 今后人民日报很可能也将陆续刊登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署名文章 所以说人民日报这次刊登王岐山配合宣传十九大的一个署名文章 他是根据过去的那些惯例所做的所谓常规的事情 并没有体现出王岐山特别的不一般 或者说老王是很牛这么一层含义 不过虽然王岐山发表的署名文章这件事 它是一件惯例的常规之事 可是老王这篇文章的内容 它确实很不一般 显示出老王的那么一种牛气 我们如果细读王岐山这次发表的文章 就不难发现 王岐山仍然表现出对习近平的不服气 王岐山的这篇文章全文大约是五千三百字 可是文章中提到习近平新时代思想的次数只有两次 在目前人们对习近平个人崇拜一个大潮当中 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大讲特讲什么习近平思想了 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 王岐山这么一篇五千多字的常文 他只提到习近平思想两次 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 我们这里做一个对比 前面说过跟王岐山一起退休的原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他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 刘云山的文章就是比王岐山的文章早发表一天 刘云山的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的标题 他就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在标题上一下子 刘云山就把习近平思想就突出出来了 而王岐山的署名文章 他的标题是开启新时代踏上新真诚 他就避开了没有提习近平的思想 刘云山的这个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 他的字数是6300字 比王岐山的文章略长一些 可是刘云山在文章中提到习近平新时代思想的次数 多达34次 刘云山的文章中这样非常高频度的提到习近平思想 这个才符合现在中国政治界的一种新常态 而王岐山的署名文章当中 他提到习近平思想的频度就太低了 他在5000多次的文章中 只勉强提到了两次习近平思想 这个显然是非常反常的事情了 有人或许会说 王岐山的文章当中 也有不少吹捧和赞美习近平的文字 但是东西我们都要所谓货比货 你才能看出来好和坏 我们只要对比一下 同样是原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和王岐山的文章就会发现 王岐山对习近平吹捧的热度 比刘云山低了两三个档次 按照现在中国官媒对习近平吹捧的力度和热度 王岐山对习近平的吹捧可以说是属于很冷淡 很不给力的那种 这就像文革时期 林彪和周恩来都挥动毛泽东的这个小语路本都喊毛主席万岁 但人们都可以发现周恩来挥动这个小语路本的频度 喊毛主席万岁的声调都要比林彪低两三个层次 所以人们都可以感到周恩来他不是主动去吹捧毛泽东的 他是被动跟着别人一起不得已去吹捧一下毛泽东 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 同样我们对比一下刘云山和王岐山的文章 我们就会发现刘云山他是主动去吹捧习近平的 而王岐山他是被动跟着别人去吹捧习近平的 两个人的温度差就是对习近平吹捧的温度差是非常明显的 特别是王岐山他不愿意提习近平思想这么一个词 在王岐山这个全文中他只两次提到习近平思想 而在刘云山的文章中他34次提到了习近平思想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对习近平的三种不同称呼 他有三层不同的意思 对习近平的第一种称呼是习近平总书记 这是一个最一般的称呼了 他只是表示习近平的职务 他并没有凸显习近平的地位 比王岐山等其他政治局常委要高人一等 他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对习近平的第二种称呼叫做习近平核心 这个称呼啊就要比习近平总书记就高一级了 因为习近平是核心 那么其他王岐山他们这些政治局常委就不是核心了 那么习近平就要比王岐山他们高一等了 那么习近平的第三种称呼就是现在最新的习近平思想 这个称呼啊就要比习近平核心又更高一级了 因为习近平有思想 其他常委没有思想 那么习近平和其他常委的关系就变成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了 刘云山在文章中口口声声他说学习习近平思想 那就是刘云山他把自己就放在了学生的地位 他把习近平就放在了老师的地位 而王岐山他在文章中就只字不提学习习近平思想这么一句话 王岐山的文章中两次提到了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 但都是用第三者的口气啊他去说不是用他自己本人的口气去说的 王岐山第一次提到习近平思想 他这样说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王岐山这样说他只是服输了一下党中央的决议 他并没有对习近平的思想啊有一个赞美或者吹捧的口气 王岐山第二次提到习近平思想啊 他这样说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王岐山这么说啊也就是冷冷的说习近平思想只是一个最新成果而已 他并没有更多的赞誉 我们对比一下刘云山是怎么说的 刘云山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处处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具有决定性作用和里程碑意义 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刘云山的用词和王岐山的用词 大家都可以明显感觉出来 王岐山对习近平的吹捧是被动的 是冷淡的 是不符合潮流的 其实早在今年7月17日 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 当时王岐山就做出了一个不符合潮流的举动 当时王岐山那篇文章的题目是 巡视是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 那么王岐山在那篇文章中 他只有一次提到习近平核心 我们要知道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中国官媒都在大吹特吹习近平核心 可是王岐山发表的那一篇长达5900字的长文 他只有一次提到习近平核心 这实在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和当时那个气氛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说王岐山对习近平 他一贯是不服气的 在别人都在说习近平核心的时候 王岐山就故意我落后一拍 我只说习近平总书记不提习近平核心 当别人都在说习近平思想的时候 王岐山又故意落后一拍 我只是说习近平核心 他就不提习近平思想 总而言之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王岐山 他主动的出来赞美习近平 这次王岐山在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当中 他是大谈反腐的成绩 看上去倒有一些 他是有对自己的这个反腐的功劳 他有一点自吹自战的那种味道了 也许有人奇怪 难道王岐山他就不怕习近平吗 其实这个世界上总有胆子大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那么怕三怕四的 王岐山不怕习近平 他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 就是王岐山他仍然有相当大的实力 所以他有不怕习近平的胆量 就所谓一高人胆大 那么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王岐山想把他的问题 由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 如果王岐山是因为经济腐败问题被打倒 那么他就会一臭万年 就不可能再被平反的了 相反 如果王岐山是因为反习近平这个政治问题被打倒了 那么他将来还有被平反的可能性 所以对于王岐山来说 如果你横竖都是一个被打倒 他宁可因为政治问题被打倒 不愿意因为经济问题被打倒 所以呢 王岐山就拿出一副对习近平不服气的态度 我看你习近平拿我怎么办 好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好